选择文字,按DOT键拖动进行复制,填充红色,按住Shift键单击黑色文字,按AltCtrlB建立混合效果,双击混合工具调整参数。 使用编组选择工具,选择位于上面的文字,移动它的位置,修改填充颜色,将描边设置为白色。 选择反向堆叠命令,可以颠倒混合对象中的堆叠顺序。 选择释放命令,恢复到原始对象状态。 对象混合后处于编组状态,要选取其中的一个图形需要使用编组选择工具。 调整文字的大小,可以产生特殊的效果。